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看到美美的嫦娥站在我旁边 真让我惊艳 我认识我们许慧来里长很久了 第一次看到她变身为嫦娥 打扮起来还真有古典美 也可以看到里长非常的精心策划 今天这一场中秋节的活动 还亲自做变装秀 希望能够让我们泳村里的大朋友小朋友 合家团圆快乐 信义区泳村里 今年的中秋联欢活动相当有特色 里长许慧兰特别以优雅的古典装扮 cosplay成嫦娥仙子 主持里内的活动 李明称赞里长服务用心又相当有创意 今天我因为中秋节的活动 所以我打扮的是嫦娥 我们今天说里长不在家 嫦娥来带班 对 然后我们这个装 我们老师帮我画了两个小时 因为我本身一直有在跳民族舞蹈 对我们有很多的造型 我们也有那个印度服装 那因为刚好我想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就没有练习了 然后反正既然有服装嘛 我就拿来 不表演没关系 看里长变换一下造型 耍宝一下也是好 觉得里长的装扮有没有很漂亮 有好漂亮 谢谢天以下凡 谢谢你下凡 他又很热心 又很热心 很干干净净的 都会找地啊什么的 嗯不错很好很好 里长有用心啊 平常都服务里民啊 对啊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很棒 住了四十几年第一次参加活动 那今天怎么会第一次会想的 就天体还不错 也蛮快乐的啊 反正也热闹嘛 那你们觉得里长今天打扮很漂亮 对啊对啊 现在长额 中秋节活动 我们就是祝大家嘛 中秋节快乐 月圆人团圆 然后我们礼办 准备了柚子 还有垃圾袋 还有蛋糕 然后当然 议员也帮我们准备了很多 我看好像有铜锣烧 冰棒 扇子 口罩 袋子 我相信里民一定拿的好高兴 我看的都好高兴 太有倡议了 你除了我们在 在网路上看到的 嫦娥天子以外 有那么漂亮的嫦娥吗 这个里长他有倡议 这个我参加那么多的活动 那么多年 第一次打扮长额 的里长 让大家欢乐 里长的工作是服务大家 还同时让里里面一团和气 所以非常非常有创意 那我想中秋是 大家前家团圆的好日子 也接着中秋联系 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 不管是设计 不管是家庭感情都一样 我们在这边要再一次祝福 我们全体的台北市民 都能够中秋佳节快乐 也感受到这么多里 都办了慕琳活动 我们当任议员的 可是跑到气喘细细的 但是还是得要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这个气氛 感觉非常的热烈 感觉有感受到 浓浓中秋节欢乐的气氛 尤其我一进门 就看到我们的嫦娥 真的印象深刻 是我们许慧兰里长 精心装扮的 那在现场也看到 大家非常井然有序 然后非常的热闹 这个感觉真的很开心 有这种浓浓的 林里的温情在 那在这边呢 也借这机会祝福我们 信义区所有的 市民朋友都能够 中秋佳节愉快 和家平安 谢谢 信义区永春里 在双勇国小 举办的这场中秋活动 相当热闹 里长用心 准备了柚子等宣导品 让李明依序排队领取 松信地区的重选匠 也来到活动现场 与选民互动 欢度中秋佳节 那今年呢 我也特别准备了铜锣燒 因为很多人吃月饼 觉得太甜了 那我们的铜锣燒 其实是那个全年的铜锣燒 那其实还蛮好吃的 所以我们还特别 准备铜锣燒 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尤其是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吃月饼 会容易太硬了 那吃铜锣燒比较软比较好吃 那所以我希望说 借用我们提供这些物资给民众 让民众感受到一些温暖 那也希望大家能过好中秋 也希望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 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我参加了一二三 三个以上了 那第一 那我们刚来到我们的那个泳村里 就感受到满满的中秋节气氛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嫦娥 没想到我们里长 这么用心啊 许慧来里长相当的用心 然后伴嫦娥 来跟大家互动 那也非常感谢里长 我们许慧来里长 那她一直都是 非常非常的用心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长 伴一个嫦娥仙女 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然后我还想讲一下 许慧来里长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像今年大年初一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要 来这个帮大家拜年 我们许慧来里长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她的里办公室就是开放的 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里名啊 可能大年初一出来啊 就可以到那边吃一个糖啊 大家聊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是 非常非常贴心啊 今天天空作美 天气也非常棒 是一个很好的半活梦天气 那也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感谢里长 感谢我们许嫦娥小姐 谢谢 那么热的状况之下呢 想说让大家清凉一下 所以我今天特别别出精彩 别出心裁 准备了这个冰棒要送给大家 那除了现场有冰棒之外 还有这个好凉的凉扇 那还有口罩 就是呢 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冰棒 或享受这个凉风的同时 也是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防疫的口罩 还是有准备送给大家啊 那刚好这件比较特别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住在永春里里上里名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 都遇到邻居相亲啦 所以其实就很自然的 跟大家聊天 然后中秋快乐 然后一起享受这个 节庆的气氛 那特别是我们永春里的惠安里长 今天非常用心 她还特别打扮成嫦娥 整个 大家看到就哇 这应该是我今年跑下来 最有中秋感觉的 这一个邻居活动了 然后我刚私下偷偷问她说 哇她一整身 这样settle下来要多久 她说要两个小时 所以里长为了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佳节 大家一起欢庆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许慧兰里长也相当感谢里内的志工团队 一早就来服务里民 让活动顺利进行 通过这场中秋节联欢活动的举办 也让永春里的里民们 互相联络情感 感受到中秋节过节的气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为了让里民共度中秋佳节 南港区域城里 特别举办了中秋晚会活动 里长安排了各项精彩的音乐 与舞蹈表演 并穿插摩采 吸引了里民们 扶老西幼来参加 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中秋节 玉城里排舞队带来精彩的全国演出 还有勒林班的高龄长辈们也上台表演 气氛相当温馨 画面现场是南港区域城里的中秋节月光晚会 在里长黄聪志的精心安排下 充分展现出了社区居民的活力 我们现在自己有勒林班 我们有礼拜一二三四五每个课程 请他们都赞助一个节目 当作成果发表 所以未来 我们未来这个舞台 就是我们勒林班的成果发表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课程 都请他们提供一个节目 我们提供舞台 做个成果发表 我觉得这个很好 真的是 社区整个社区凝聚那个感觉 情感我会让身为里长我真的是看得很高兴 因为 热林班 他们也是要有舞台 我们的长辈 他们学习要有目标 有愿景有舞台 然后他们就好好学习 以后他们在学习的当中 会自己很认真的 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我们的长辈会越来越健康 那未来会开这儿少的五到十八岁 一样我们一样用这个模式来举办 立委高嘉宇也来到晚会现场发送口罩 与民众共度中秋佳节 从这个饮法乐活中心 到这个长者的这个活动 运动 健行等等 里长每天都在想说 怎么让我们育成里的长辈更健康 更开心 更快乐 把这个教育的精神 全部都灌注在我们育成里 所以我看到我们育成里 大家都很健康快乐 就是里长最大的幸福 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 我们黄冲志里长 他在育成里 其实很努力在发想说 包括饮法乐活中心 包括青少年的电竞的 绘图2D 3D等等的这些电脑的竞技 那我觉得里长他就是想要照顾到各个层面 那也让大家可以去公园 去运动 去散步 发起这个健行等等的这些活动 那让我们育成里呢 大家都很健康开心快乐 都可以在生活中学习 那我觉得里长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 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做法 是值得学习也值得我们来称赞 所以我也很非常佩服我们黄冲志里长 他都一直在想一些很创新的点子 然后让市政府来跟着后面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也是很棒的里长 里长也特别邀请在地的松山国小校长陈冠英 表演小提琴独奏 带来丰富的音乐饗宴 还有南港设大的爵士舞演出炒热现场气氛 另外要投入年底选战的港湖重选将们 也不分党派来到育成里中秋晚会现场 与民众互动分送选举小物 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络 这两个礼拜内湖南港的很多里都在办中秋活动 中秋活动是我们地方一年最重要的一场活动 所以大家看到每一场都四五百个人 那这里是育成里 那过去我们跟育成里合作 争取了很多事项 包括争取了一个未来非常大的这个区民活动中心 然后还有长寿角的彩绘 让这附近的 因为育成里靠河嘛 可是过去有一个堤防 其实大家都很不 很没有办法就好好的清水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些跨河的设施 然后也把它美化 希望让更多育成里的里民 可以接触我们的基隆河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南港育成里 那黄冲治里长是一个非常nice 对于地方服务非常认真 那我是台北市院李明协 阿贤跟冲治里长 在育成里办了很多会刊 包括我们在后面 松河街的道路的整坪 还有包括人行道的铺设 包括斑马县 会刊的部分 甚至育成里的所有的U-bike 2.0 都是我跟黄冲治长一起会刊 设立起来的 那育成里是接近 包括南港接近信义松山区五分埔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 所以包括我们那个松山捷运站 也在旁边而已 松山车站 所以进出人口非常多 那今天的中秋活动 育成里办了很多艺文的活动 很多精彩的表演 所以现场大家看到非常的热闹 所以月圆人团圆 中秋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让南港越来发展 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因为我们黄里长 是有城市美学的概念 所以我就协助他 然后我要跟我们育成里的 各位好朋友特别报告 这个南港的产业生活特专区 从梅夏一进到市议会 开始推动南港六本木 结合东区门户计划 本来起进户就变更 两个工业区 是在靠近昆阳捷运站 我们这里经过都没有改变 后来我找二十个里长 南港区二十个里长 共同联署上千份 有有有有有 带了上百人去市议会 柯P市长那一天拍板定案 就我们十三的工业区 一百一十一个单元 同步变更产业生活特专区 这将会改建我们五千六百户的老旧公寓 我们里长真的非常的努力 冰凶是替我们打招 大大小小的活动都要帮我们来办 所以各位相信掌声再给我们里长鼓励一下 谢谢 真的做了赞 而且还帮大家争取那个都市计划更新 对 那个产业专区 真的 当时我站出来 跟里长一起在市政府 我们绑白布条 对 大声的争取 创了全国的首例 就是我跟里长一起去打拼出来的 老族大由我们这里 对啊 真厉害 中家宽炳台北新闻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中秋佳节 那终于台湾悶了两年 可以举办中秋的活动 所以 其实你看到这样的感觉 就很像回到小时候 就是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 全家人一起出来看网会 然后抽奖摸彩 齐聚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很让人开心 那我觉得政治 就是每一次都跟大家分享 应该很简单 落实在人民的生活之中 我心灰 你都心灰 我心灰 日成里的中秋晚会 也穿插令人期待的摸彩活动 并颁发 优秀学生奖助学金 在里长黄聪志细心的筹画下 让李明们感受到了中秋节温馨的过节气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企丐周阿卢靠着乞讨与妻子秀秀把儿子周清云抚养长大 18年后清云长大成人却不曾见过身父 某日清云现学回家却撞见企丐周阿卢 以为他亲伯母亲怒游心声将周阿卢赶出家门 台湾戏曲中心2022看家戏百变歌仔风华涌传 首档节目由徐亚芬歌子戏剧方带来经典好戏乞丐养壮园 透过这出感人的亲情好戏 唱出为人父母的阴阴期盼与无悔付出 剧中角色展现市井小明的亲切 更让老戏出感动新戏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芬剧团团长徐亚芬 今天节目简单 又来做我们这个市区中心的看家室 担家室 其实这个疫情就在三年前就要停现 但是为了疫情的关系 再拖延到今年2020年才呈现 我们这次去吃药专丸的故事 可以说是老戏文 在二十几年前我台试的时候 我的妈妈五条婚 曾经就演过这样的一出戏 那当时的外代他来说 都用公戏的 这个公戏的方式 就变成就叫做导演先生 所以看家室他的宗旨也是希望 这些老戏人 从以前的导演到最好看的戏 又再停现 什么叫导演到最好看 然后再做第二个就是传承 因为妈妈五条婚 在六十四月就已经陨落了 所以今天的宗旨就是由我亚芬来订妈妈 这样的一出看家戏 这出一出看家戏 去吃药专丸 其实上它也算是一个名剧 据我了解这一出戏在美国 它是一个小说叫做父亲 那这一出戏是非常有名 但是在我们台湾 我们也改变成一个故事 用民间的花月方式来展现 这关戏叫做孝道戏 好多的戏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可以说中后摆第二个 所以中后这两年 好多现在在社会中间 很需要这种戏来滋润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那这出戏要来天天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在市区中心 他们的要求这些 一定是一个老戏人 来说出这种戏的戏 应该起头 我们这次日本有邀请了 我们的老戏人 廖文学阿姨 她本身也是要来呈现 这样的一出戏 但是我们在白亿的中间 她身体就很不小心 多确诊 刚刚在前一个礼拜 我们赶快换人 然后老一人没有上去 我们经过单位 单位也是可以体谅 我们就把戏稍微再挪动一下 还有刚好也是我们的要讲 状元那一个我儿子 那就是我现在做乞串 亚芬做乞串 我一个子 中丸 杰林 杰林呢 她是做中丸的子 但真的确诊了 那妈妈最要乖 因为团体的安全 乖乖 我来钓动人 来认为这个角色 我们这个角色换谁呢 换成谷义凡 还有里面有个侯夫人 叫廖一起过来帮忙 所以很多我们觉得 疫情的期间 很多的无常 大家都是为了要演出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 这出戏中二三年 等待三年 因为这种戏在社会中 很需要 让大家知道 您感到的温暖 您感到的家庭 我们这些老婆呢 是怎样伟大 是怎样过程 每一个都有老婆 但是各国的老婆 都不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教育哦 感谢您 台湾戏曲中心看家戏 透过资深艺人 传承记忆 重新插亮独具特色的 经典戏出 乞丐杨状元 由许雅芬团长张立春老师 带领新生代演员 共同演出 更是展现歌仔戏 世代相传的重要意义 在这团圈来年 我过去就已经 很差就在做了 应该是要20年啊 当时我做5年 传承电视版 然后在舞台呢 像谷义凡啊 廖玉琪啊 张梦义啊 过去中间都在 雅芬剧团呈现 但是他们现在都独当一面 这个传承呢 是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一带 这个一带 那就是代代相传 但是在这楼里面里面有很多这树 有很多桥段都是古早味的叫做古小的树 古小的树就是从以前老的人团来 他们的一些压箱包的树 那孩子来说呢 四十几个月到三十几个月都不能看过 所以这个桥段里面有呈现很多古早味的树 所以我的传承版就是说过去这些年轻人 不能看过不知道这个桥段 都会在这些地方做呈现 什么叫做古早的树 因为我们这一树是老戏新演 有一些桥段就是说 看家戏不一样的乞丐 乞丐养状元 经典好戏乞丐养状元 将于9月10号11号两天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登场 欢迎喜爱徐亚芬歌子戏剧方的观众朋友 上OpenTIS网站购票欣赏 记者李锡贵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让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下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聚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台北车站东侧展示的LDK58蒸汽机车头 及LDR2201柴油客车 在中秋节整修完成并接牌 伴随着昔日的风华 重现在大众眼前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安 大家好 欢迎大家历领2020年LDK58 经典在线明迪启程典礼 蒸汽火车明迪近战 是时代的回忆 LDK58蒸汽火车 早期是花东线的主力 1923年日本车辆制造 1982年东线轨距拓宽完工后 便全数报废 而LDR2201柴油客车 是由1956年花馆处 为了发展交通营运需求而打造 在2011年台铁百年文物特展时 一到台北车站东侧展示 哈利波特的故事 我想大家都耳熟有闻 那在哈利波特的故事里面 有所谓的这个马挂列车 也有国王的时日车站 其中最经典的 大概就是九又四分之三的一个月台 那是代表着这个充满希望的一个场景 那今天我们特地在台北车站这里复制这样的场景 尤其是这两辆的列车 那这个LDK58跟柴油客车 这个其实早期是服务在东部的一个轻便的一个轨道 在民国71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花东线的一个轨道的一个透宽 那这两辆列车也因此而停止 早期这个曾经飘洋过海 到澎湖这个马工文化中心来做展览 那后续在88年的时候 又回到我们台铁举了一个怀抱 那经过我们台北机场 这个退休的一个前辈 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个同仁的努力 在台铁百年文化特展的时候 终于又重现在我们台北车站 三又二分之一月台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传承 也来在我们台北车站 东部的门面 东边的门面 迎接这个我们乘车的一个旅客 那在这两辆列车 在台北车站这里 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将近了11年 那今年特别在我们局长的一个指示下 我们就重新来做一个景观工程的一个修复 那也在这个中秋廉价的一个前夕 我们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线 让在明底启程的时候呢 我们台北台铁能够迎接各位嘉宾的到来 请接牌 经典在线 明底启程 展示车辆原本因为拖漆 锈时重新整修 在中秋时刻完工 刀烂人员带着小朋友参观老火车 带领新世代认识这个时代的轨迹 那这边有参展两辆小火车 那为什么我们会称它为小火车 因为它的轨距是762是载轨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小火车 那这一台是真机机车 大家猜猜看它年纪多大 多大 99岁 再几个月就100岁了 它是日本制造的车辆 然后后来由我们台铁局来接管 那它为什么叫LDK58 那那个L就是代表载轨 那L就是代表载轨 那D就是代表它有四个轮子 它底下有四个轮子 那58就是它第50号 50型然后第8辆车 那这边当然首先要感谢就是说 我们的机物同仁在厂长 李厂长的带领下 敢在中秋节的前夕把它完工 让我们的蒸汽机车还有我们的DR2201 就是俗称的黄皮车能够以崭新的经典的面貌 在中秋节的前夕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见面 那我也相信之后我们的三又二分之一月台 因为平常大家只有知道台北车站有第三跟第四月台 三又二分之一月台的话 就是每次在整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鸣笛声响 也代表就是我们在迎接我们人生 每一个新的一个崭新的开始 那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景点也会是一个新的 大小朋友可能一个约会见面的地方 甚至是一个拍照还有打卡的一个景点 那在这边的话我一样就是再次的一个欢迎大家 其实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将近大概超过11年了 那当然这个中间呢 我们也会是它整个状况来做事实的一个修复 那今天这样子的活动也是这个在中秋节前夕 然后特地的赶工把它完成 来服务我们过往的旅客 让大家有一个地方来怀念我们过往的一个交通工具这样子 台铁期盼这座充满历史轨迹的蒸汽火车与客车 能成为旅客往来驻驻的拍照打卡景点 以崭新姿态展开启程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立美术馆最新的展览在夹缝中行走 由馆内资深策展人张芳威策划 邀集了28组横跨数个世代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 并与国立台湾美术馆 国立历史博物馆 奇美博物馆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 私人机构与藏家合作借鉴 整出了60多件原形式媒材作品 试图透过展览 打开与观众多层次的对话 台北市立美术馆最新展览在夹缝中行走 由馆内资深策展人张芳威策划 邀集1960年代以后 29位横跨数个世代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 展出60多件包含平面绘画 实验水墨 动力装置 行为表演 雕塑 录像及相关文物等多元媒材作品 并与相关文物和研究文件展开多层次的对话 试图将观看与阅读的路径融合成行走中的展览体验 我想这一次北美馆在夹缝中行走的展览 就是有非常多台湾跟国际的作品 那蛮有趣的是它充分的表现在当代艺术里面 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观念这件事情 如何透过作品艺术家他们想要谈的观念 去指涉我们生存里面的很多的状态 那它就是通常在当代艺术里面 去表现观念性跟议题性的这个内容 但是每一个艺术家他的表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欢迎来北美馆看我们的展览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重要 它就是在它的主要的标题上 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是在疫情之后以行走这个简单的行为 作为启动式 然后跟那个平常的行为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那我希望集结非常多多元的跨年代 跟跨时代的作品 以及不同媒财的展现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一期 我觉得这个展览比较重要的是 它不是横向发展的 它比较是从行为一直 然后就是馆长刚刚讲的概念 一直发展到所谓的叙事的线性 整个展览是各种不同的线条 跟缝隙跟距离所拉扯 跟组织起来的 靠观众来观赏 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展览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展览主题以行走作为概念起始 开启各呈现性的想象 并以在夹缝中行走作为当代生存近况的隐喻 其中夹缝也暗示事物之间 面对困境的对策与可能性 在后疫情时代下 邀请观者跟着这条隐形的路径 一同尽心想象宇宙生灭的轮回 与生活目标的追寻 那开始筹备展览的时候 是疫情推动了展览的发展 初中是希望策划一项 回应疫情的群展 展览的比较轻盈 而且作品的混合性比较高 期望能带给观众一个苏星的展览漫游 那展览也希望能在目前流行的展览类像上 提出另外的可能性 展览以步行或行走 作为行动的意象跟它的隐喻 而且以在夹缝中行走 隐喻当下生存环境的举步维艰 期望与观众在多重城市上对话 将主题在多元面向延展开来 因为展览的混合性与垂直发展的向度 跟垮距都比较大 当我向藏家们借鉴的时候 几乎每位收藏家都希望去进一步理解 展览的概念跟我们想要借的 藏品之间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 这是个非常有趣而令人幸福的状况 展览的对话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展览是一个集合众人智慧跟热情投入的 集体的展现 是一路走来集结与这项展览 有缘的人的艺术与生命能量的集结 要感谢的人很多 那最先要感谢所有的参展艺术家 他们的热情参与 虽然今天能在场的艺术家有限 但是在疫情仍然持续 跟全世界局势动担之下 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参与 那这项集结28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的展览 最年长的艺术家Fontana出生于1899年 那他没有办法在现场 那他最年轻的艺术家Ni Hao出生在1989年 今年33岁 那中间差了90年 展览尝试混合不同年代的作品 以展览所发展的概念 贯穿展览使各项作品互相连结 产生新的脉络关系跟意涵 是这项策划展的期望的重要特质 有很多条线 但是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常早 我们就确定Fontana 就是我们的那个Fontana的那间典场 会是一个破题的展览 那还有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行走是最先出现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主题其实是跟疫情有关的 也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关 而且我看大家所有的经验 因为大家在疫情底下 你们比较没有办法 前两年比较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大家会在户外运动 而且是空旷的地方运动 会维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所以那个行走的这些部分 真的是跟疫情有关 但是在80年代 六七八零年代 在整个全球的艺术发展里面 行走作为艺术的行为跟意念 其实是在在艺术史里面是有这一块的 像Richard Long 他就因为在 我是以前在英国念书 所以我想他的作品 说不定有深深印在我的头脑 那我有可能也想借那件作品 但是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他其实是从两个部分 然后再从我希望能够找出台湾的 找出几个台湾当代的那个艺术家 他们能够回应这个主题 那其实夹缝跟距离跟缝隙是有关的 事物跟事物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缝隙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起先夹缝 其实是被挤压的空间 但是你可以一想就是说 夹缝本身不一定只有被挤压 它同时也就是一个被挤压出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也可以讲我们所有人 其实都是在某一种夹缝里面 那是一种说法 而不一定说你要演出一出 非常说明性的夹缝才叫夹缝 就是它的之间的距离 从所谓的台湾海峡的距离 一直到缝隙跟缝隙之间的距离 它都是距离 而我觉得距离跟行走的概念 是很深的扣合在一起的 这是夹缝在这个展里面 所占的比较多的成分的概念 在夹缝中行走特展即日起 至2023年1月8号于台北市立美术馆二楼展出 展览期间将举办多场艺术漫游活动 相关展览讯息及活动报名 请上北美馆官网或追踪北美馆脸书粉丝专业关注 记者领帝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力与针见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祁团关心您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剧赏月圆 同事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祥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上周薛兰诺台风带来丰沛的雨量 金融水勤转为绿灯 估计到年底用水都不予匮乏 金融市长林又昌证实 新竹的海水淡化设施不来基隆了 因为金融水勤灯号转为绿灯 金融市长林又昌开心的宣布 海水淡化设施确定不来基隆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水情已经解除情报 所以海水淡化厂也不需要迁到金融市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刘昌进一步表示 由于金融主要取水来源 金融河水量丰沛 加上金融将逐渐进入雨季 金融用水到年底都不予匮乏 属于利潮市的新山水库 一个半月后更渴望重回满水位 我们视频朋友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金融市所引用的这些水源 其实基本上都是用河水来抽取 然后进化之后送到家户 这个是每天抽取 所以跟其他的县市 都是使用水库的水源 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的新山水库 基本上是一个备用的系统 所以它是离潮式的 也就是平常的时候 把水从金融河抽上来 新山水库来储存 那日常的时候 就是用双溪共寮的河水 还有金融河的河水 直接进化之后 送到家户来使用 那不过现在因为台风来 现在金融河跟双溪溪的水量 都非常的丰沛 所以我们的用水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到明年的时候 基本上用水都已经 这个问题已经解除 那目前每天从金融河 抽到新山水库 儲水呢 大概每天是 8万吨到10万吨之间 我们预计大概一个月 可以儲存250万吨的水 所以这个很快的 新山水库的这个水库 也会慢慢的到达满水位 那接下来 因为是金融的风水期 所以我们不担心 会再有缺水的这个问题 上任后持续协助在水公司降低 金融市漏水率的立法委员蔡世英哲表示 将督促水利署方面 紧速进行深水井计划 以备不时之需 那未来其实水利署 在我们东北角的区域 会首先挖掘几个深水井 作为未来的备用的使用 那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预防当有类似的焊象 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即时抽取深水井的水 让金融市民的用水来不予匮乏 那这件事情 我未来要求水利署 平安就开始来做探测 来过来使用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 金融市政府连续七年 举办山海工作营 9月10后进行创作成果发表 及一日限定的山海小市集 吸引了爆满的人潮 让太平国小宛如重回 有上千位学生的盛况 社区太鼓队热情及鼓 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 中秋节连续假期 太平青鸟书店前的 山海工作营成果发表 及小市集活动 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由社区居民 市民大众 和建筑师艺术家共组的团队 在整修完了太平国小 筑点生活工作与创作 除了四项创作主题成果 由山海社区及金融社群 组成的22摊市集摊位 更重现太平国小当年有上千位 学生就读的盛况 大干口八是把过去太平国小 在校园后面的游乐设施 已经废弃了 我们把它搬回来 再放到教室里面 让它有一个再呈现 所以看到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会觉得好像我们还可以 再听到以前的小朋友 在那边的欢笑声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 这个病治跟错用的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解释 我们在下面的居民 他们得到这个滚球比赛 世界的金牌跟银牌 所以因为这个金牌跟银牌 这个我们了解 这个其实是居民这边很热衷 而且很擅长的活动 那他们就把这个活动 换了一个方式 在这个教室里面重现 包括那个球里面都放了 太平国小的以前的照片 和现在的照片 然后连那个母球 都做了另外一种装置跟设施 那在第三个作品呢 也非常有趣 他做了一个桥 和一个楼梯跟一个桥 让这个参观的人 可以很自然地走到 这个教室的背面 和那个挡土墙中间的一个细缝 那在那个细缝中间 会出现一种很特别 有点失忆 那有一点这个伤感的一种 撕骨的忧情 出席开幕仪式的金牌市长 林又昌 除了感谢社区居民的支持 与学校师生的投入 更直言金牌市翻转的关键 不是盖了多少建设 而是市民的参与 造就了这座城市的成长 大家其实很好奇 过去这七八年来 基隆市的改变 到底是什么样子发生的 怎么样产生的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精神跟态度 就是基隆的改变 不是这个盖出来的 而是基隆的改变 是长出来的 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 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在太平 这个三层这个青鸟书店这边 我们举办三海小市集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已经延续了七年的一个时间 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跟社区的居民 大家一起长大 牛昌表示 接下来基隆市政府 会持续进行太平三层周边建设 尤其地方期待的缆车计划 预计后年即可动工 我们预计太平三层缆车 在这个明年 会完成细部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我们希望在后年能够开始动工 届时太平三层又是另外 不一样的一个风景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文化局举办金融道站乌龙派出所 首次台湾出差 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 展开神秘的海外任务 在中秋连假还特别连结 福尔摩沙马戏团精彩的演出 让全场充满了笑声与掌声 市长林又昌特别与孩子同欢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个以美丽宝岛台湾命名的福尔摩沙马戏团 是第一个登上爱丁堡一岁节的台湾马戏团 它结合了传统跟在地的文化 街头跟剧场艺术的美和马戏艺术 赢得了满场喝彩 而这些观众不止基隆 还吸引了很多外地民众来参与 这是我们艺术家乡的计划之一 所以我们把一些艺文表演的活动 直接进到社区里面来 让小朋友让家长能够究竟的 看到最精彩的一个表演 那现在后面站在演出的是今天的压轴 由我们福尔摩沙马戏团 所带来的一个演出 所以满满的都是小朋友 大家玩得很开心 也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首先先非常感谢我们金融市政府 李永昌市长 还有我们金融市文化局所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其实它在上个礼拜就要举办了 那因为是台风的关系 所以延期到今天 那也非常感谢老天爷在今天 有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你看看现场的活动 都是孩子 那也很开心 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 一同来到我们现场 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马戏团 那相信这都是一个 让孩子们在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而现场的乌龙派出所 首次到基隆出差 现场也吸引了许多游客 来拍照打卡 让七度铁道经验园区是人气磨漫 那我想今天特别来到我们七度铁道公园 那我们文化局今天办的这个 就是那个乌龙派出所 今天真的来了相当多的这些民众 包括外县市 还有我们七度区以外的一些 其他区的一些民众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算是百年的历史 那今天藉由这个乌龙派出所这个活动 刚刚我有跟那个副局长 有大伙聊天 未来我们文化局 会重视这个文化保留这个部分 比如说以后呈现这个 当时的那个时光背景那个年代 像那个台北 像那个宜蘭的那个吉米娃娃 怎样把它做这个印象的呈现 比如说检票员啊 或是在月台卖便当 或是我们阿公阿嬷 带着小朋友去坐火车 怎么样把那个印象的 那当时的年代的故事 把它呈现出来 希望说未来我们文化局 要重视这里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 仅存一个铁道的文化 仅存就剩下这一个 我希望说文化局以后 会来重视这一个部分 带动我们周边的商机 也对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整个 未来的这个整个就是说光光 整个带动 相信会未来会非常好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中秋廉假到基隆 为五位市议员参选人加油打气 柯文哲针对基隆捷运指出 基隆轻轨变基隆捷运 但现在北北基找不到人要干 交通部应该要出面协调 不要让基隆捷运 从头到尾都是骗局 民众新希望 基隆丢起雷 民众新希望 基隆丢起雷 刘伟群 动帅 徐若森 动帅 李怡琴 动帅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党主席身份 中秋廉假来好基隆 新制授集给民众党提名的五位 市议员参选人 因母亲自泰 拉太盛世 安乐区 分配是我们的刘伟群 为你服务 巡航安乐 五位市议员参选人 一致排开 包括安乐区的刘伟群 中正区的李玉峰 信义区的季家 仁爱区的李一辰 及中山区的许佑生 以昨天来讲 还有今天晚上 我就会陪我们候选人 在一些中秋的活动里面 去跟大家互动 那事实上 每一位五位候选人 我想我都跟他们互动过很多 也有把过去的一些相关经验 一些人脈介绍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进步得非常快 党主席柯文哲亲自站台 吸引不少支持者到场 不过一开口就是炮声融融 一开始叫基隆青鬼 2017年7月 小英来基隆 以前公民党出来了 我民进党 四年后要通车 四年后了 东西在哪里 基隆青鬼 基隆青鬼变基隆 基隆青鬼变基隆 还是围扯 你看 我最近才接到交通部给我们 很简单 你现在说基隆青鬼变基隆捷運 第一 谁要负责盖 现在没有人要盖 基隆市政府说 我想我这个 市政府很想我没办法 那 新闻市政府听现在说 盖这个要多少钱 我跟你讲 那绝对不是四百多一盖得起来 我是实际在盖捷運的时候 我怎么不晓得 现在谁要负责盖 就没有人要负责 那台北 我说我才最后那几公里 你只要 我为了那几公里盖全部 也不是不可以 我大家说我先做 第一个 谁要盖 再来钱怎么贪 柯文哲强调 从基隆青鬼变成后来的捷運 他用自己实际盖过捷運 提出了疑问 一开始研究商出来说 基隆不用付钱 中央都会付 现在算谁说不行 你们要付十七亿 他说没钱 比如说我们基隆没穷 我们不可能负贷 你自己来不就负责不好了 再来 再来 这营运下去 谁要负责营运 如果亏损的话 是谁要负贷 所以说那个 为了这个 从基隆青鬼 就从头到头被捷 那外面基隆捷 我就接到交通部的公文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你们说要盖的人 你们交通部要出来协调 现在谁要负责盖 找不到人 钱要怎么混贪 大家都不认账 延运下去 谁要负责延运 没有人要负责 他如果亏损的话 谁要负责 大家跟你说 所以我可以说 我听说 有人在问我说 你找台北市政 你找8年零举赛还还还还570亿 我前五年就还还570亿 这三年是因为 那个疫情来的 实在是压力还花了多钱 所以没办法再管账 柯文哲强调 交通部应该出面协调 确立北北基三个县市 谁要负责来盖金融捷运 建设经费要如何分摊 未来要谁负责营运 如果亏损 要由谁负责承担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前组 请不吝点赞 drop 当我们在地上 可以装一些 所以我们能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